嗨,大家好,我是宇娟 欢迎来到内在觉知分享室的第17期节目 那想看文字稿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并且关注 内在觉知分享室就可以看到了 今天呢我想跟你聊一聊如何可以拥有好的人员 也就是如何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如何可以跟大多数人都比较容易的进行谈话交流 并且建立起有深度的关系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呢 几个礼拜前呢我跟男朋友在台湾旅行的时候 有一天他在路上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为什么你跟店家或者其他不认识的人讲话的时候 他们都对你笑笑的然后聊得很开心 但是换我讲话的时候他们就不笑了 变得比较严肃也很难聊下去呢 一开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那可能是因为我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也是笑的啊 不过后来我又思考了一下 觉得可能并不是这么简单 并不是说只要脸上挂着笑 可能就很容易的跟别人建立起很好的关系 虽然笑比不笑当然还是要容易一点的 然后我也想到呢在做人生教练的过程中 也遇到过几位顾客有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就是我为什么很难跟其他人顺利的聊天 很难交到新朋友 或者为什么好像我一讲话 气氛就尴尬了 话题就很难进行下去 我是不是该去学一点说话技巧等等 所以呢我就自己思考 总结了一些我认为很重要的 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好人员的要点 那结果刚好上个礼拜呢 我最近在追一部日剧 然后看到了一段跟我总结的几乎完全一样 并且又解释的非常精准的一段话 那我先来把这个片段分享给你 再来解释拥有好人员的几个秘诀 那在这个片段里面呢 女主角被自己打工的酒馆的老板发现 她在偷偷地看好几本学习如何聊天的书 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办法 跟店里的顾客很好的谈话 很好的交流 总是很尴尬的说两句之后就聊不下去了 也不会主动地提出 让对方觉得容易聊的话题 那结果老板呢就说 真意外我还以为你对人没有兴趣呢 女主角刚要解释说 自己才没有那么冷血 就被老板说出了第一个好人员的秘诀 那你得先把你的假笑 跟随身附和收起来 你没有用真心对方看得意清而出 然后呢 再次在女主角还没来得及解释的时候呢 老板又说出了第二个秘诀 她说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让你无法主动提出问题呢 是因为你对对方没有兴趣 所以总结来讲 拥有好人员 交到新朋友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的两大秘诀分别就是 第一 用真实的自己去交流 第二 对对方真心的感兴趣 那先说第一点 就像老板所说的 如果我们用敷衍的 用不真实的假笑 或者是附和来回应对方的话 那不管我们的理由是什么 有可能只是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点紧张 或者担心自己说错话 或者太会查验观色 即使我们不是故意的想要假笑 对方其实都可以感知到 我们的这个笑和附和不是真心的 我们展现出来这个样子是不真实的 那对方自然也不愿意用真心的回应 或者是真心的跟我们交朋友 所以呢 接下来的谈话就更加不走心 或者不容易深入了 所以拥有好人员的第一步呢 并不是我们要去学习更多的交流技巧 因为我其实相信每个人目前的交流技巧 在日常 在人际关系日常聊天中 其实都非常足够了 那第一步呢 是要去大胆的 用自己真实的一面去交流 允许自己流露出真实的情绪反应 比如说 如果我是不太理解对方的话 感到有点困惑呢 我就可以问出来 而不是尴尬的一笑带过 那如果我是不太同意对方的观点 或者有自己的观点呢 就用比较开放的尊重的语气 讲出来 而不是表面依旧点头附和 又或者我觉得这个谈话已经有点无聊了 就可以主动的提出一些新的话题 转变谈话的方向 而不是笑着假装自己还是很感兴趣的 所以我完全同意剧中老板的话 我们有没有用真心 其他人其实一目了然 我们其实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眼睛那么好 心理细藏的那么深 所以还不如干脆真实的做自己 关注自己真实的内在情绪反应 这样做还比较轻松 而且呢 这样真实的交流其实也比较容易帮助我们筛选出更加志同道合的朋友 建立起更加长久 更加有价值的人际关系 那第二点呢 同样重要 在我们扔掉面具 用真实的自己去面对 对面这个谈话对象的时候 如何才能让对话聊得更久更深入呢 其实要点还是在于我们自身 在于我们是否真心的对我们面前的这个聊天对象感兴趣 是否是可以怀着好奇心去了解去探索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有着怎样的想法 有过怎样的经历 又有着怎样的梦想等等 如果我们是真心的感兴趣呢 那我们的对话一定是可以不断的进行下去的 因为谁都愿意被关注 都愿意分享跟自己有关的事情 尤其是当你纯粹的出于好奇心 想要去了解他 而不是为了去评价 或者去否定对方的话 那这其实呢 也是为什么咨询师跟教练们 可以跟心心色色的来访者 比较快 比较容易的建立起互相尊重信任 有比较深度的关系的原因 除了说可能我们天生 的确都对人对心理更感兴趣之外呢 咨询师跟教练的培训中 其实也会专门的培训这一点 但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有一个教科书 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手册 告诉我们说 第一句我要讲什么 第二句要问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认知 一个信念方面的转变 我们训练的是 如何可以不带偏见的 去倾听来访者的话 如何可以去怀着好奇心去探索 这句话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更深层的心理活动是什么 他的体验是什么等等 比如说在培训的过程 其实对我触动非常深刻的一个点 就是当我接触到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 The art of not knowing 就是不知道的艺术 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 对于在我面前的这个人 我对他一无所知 因为他是一个与我完全不同的人类 所以正因为我一无所知 如果我想要了解他 想要去帮助他呢 我只能通过询问 而不是质问 不是挑战 不是想要去批判他 也不是直接的给他一些建议 而是要出于单纯的好奇 他的认知是怎样的 他的情绪是怎样的 不用我自己的认知去尝试猜测 或者评价他 因为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形成了一套 自己的认知 所以不带偏见的去了解其他人 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比如你可以回想一下 或者在之后的聊天中稍微留意一下 在你对面的这个人 说了一句话之后呢 我们其实会倾向于 马上用自己的认知 去做一个评价 但是呢 不会去刻意的去问对方说 其实他这句话具体指的是什么 他这里面用的这个词 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们往往都是直接 自己给出了一个 带着偏见的一个想法之后呢 就开始把谈话进行下去 可能直接会给对方一个建议 或者直接的就去评价 对方的这个想法是好是坏 是对是错 那至少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呢 我也是在经历了 很多个小时的训练之后 才可以渐渐的做到 减少自己偏见出现的频率 就是我还是会 有一些偏见出现在我脑中 但是我可以看到它们 所以呢就可以选择说 不去被这些偏见影响 而是继续通过 让我的好奇心 去带着我去了解对方 去探索他的真实想法 跟他到底是怎样的认知 怎样的情绪 当然我也并不是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需要进行这样的训练 才能跟其他人谈话 但我觉得呢 仅仅是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其实就会帮到我们 去更加的尊重对方的想法 更加的容易做到 不带偏见的去跟其他人交流 所以如果我们在跟他人聊天的时候 可以真心的带着 对对方感兴趣的心态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 对方会更加愿意跟你继续聊下去 甚至如果你的问题 让他有机会 谈起自己擅长 有热情的事情 你会看到他的眼神发亮 神采奕奕地跟你讲话 然后呢 在他未来的日子里 他就会记得 跟你讲话的时候 他是很开心的 那他自然也会更加愿意跟你聊天 而且如果你们的兴趣爱好 有相似点 或者是三观比较符合的话呢 你们也就会建立起 更加长久的人际关系了 而且启动我们的好奇心 在聊天中让自己的兴趣带领着 我们去进行谈话 其实是非常容易把话题 进行下去的小技巧 比如当对方做出一个回应之后 我们只需要从中间找到一个 自己感兴趣的关键词 继续的发问就好了 当然呢 在日常的对话中 我们也不需要像教练一样 只是发问 而不去过多的分享自己的想法 面对朋友的话 当对方因为你感兴趣的问题 做了分享之后 如果你刚好也有类似的经历 或者体验 也可以很自然的分享出来 那这样的对话 对你们双方来说 都会是非常轻松 非常愉悦的 所以过度的察言观色 紧张 担心 该怎么接住 对方抛出来的话题 反而会影响我们 在谈话中 做争取的自己 所以不如放松一点 只需要关注 对方身上 或者这个聊天内容当中 自己感兴趣的点 由自己的好奇心带领着 反而更加容易 顺利的进行谈话 而且会收获 很不错的人际关系 最后再总结一下 拥有好人员呢 我认为有两个 非常重要的秘诀 第一呢 就是用真实的自己 去交流 不要试图 把真实的自己 隐藏起来 不要去忽略 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 如果你觉得 很难在谈话中 展示真实的自己 跟你的自我接受 或者自信有关的话 之前的第15期 还有第16期节目 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第二个秘诀就是 对对方真心的感兴趣 在跟每一个人 聊天交流的过程中 带着好奇心 去探索对方身上 你可能感兴趣的地方 而不是带着自己的偏见 去评价对方 在内心给他贴标签 或者分出 好坏对错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最后同样非常感谢你 愿意花时间来听这期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 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留言让我知道 如果可以的话呢 也请帮我分享给你身边 你在乎的人去听到 谢谢你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